我們就是一個國家 我覺得啦 兩個就是不同的國家 到中國去 不管旅遊或商務 大多數民眾認為 台灣和中國是不同國家 習慣稱作出國而飛出去 我明明也是到不同的國家 明明就是也是搭了飛機 怎麼好像覺得 沒有出國的感覺 就怎麼會說不是出國 對 都要護照 要台包證 怎麼會不算出國 算出國啊 因為畢竟大陸是一個 他們自己的獨立國家 台灣是台灣 兩岸立場敏感 中國和大陸兩個用法 時常在社群媒體引發論戰 大陸說法被部分人士 認為是自我矮化 而中國二字被對岸網友 指責是台獨言論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有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軍隊 稱大陸只是大家方便去講 那其實他們正式的名稱 還是叫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台灣的不一樣 用詞問題 演藝圈連帶被影響 藝人顏雅倫曾在臉書發文 喜歡台式早餐 還是美式早餐 台式兩個字惹怒中國網友 被扣上台獨帽子 同樣遭小粉紅出征 排球甜心廖宇任 現實動態PO了 出國比賽的字眼 引起中國粉絲炸鍋 怒氣沖沖流言洗版 社交媒體上 然後就是對岸的朋友 有時候在用字上 就是會很刻意去強調 就是台灣生這件事情 然後有的時候也會讓 就是台灣的朋友不太舒服 兩岸關係敏感緊繃 連字字句句都被小粉紅嚴格解釋 三立新聞徐照 是米奇桃園台北